当地时间6号 美国国会举行联席会议 认证2020总统大选获胜者 与此同时 特朗普出席集会并号召支持者 前往国会大厦游行示威 大批特朗普的支持者 涌入国会大厦前 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部分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 这场骚乱至少造成四人死亡 美国参议员舒默称 今天是让美国耻辱的日子 全世界都看见了 当地时间6号中午 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席 拯救美国集会 号召支持者前往国会大厦游行示威 抗议拜登当选下届总统 就在特朗普煽动支持者抗议之时 美国国会正在召开联席会议 清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 并证实确认大选获胜者 6号下午1点左右 大批特朗普支持者 在国会大厦前游行示威 高呼USA 并挥舞美国国旗 和写有不要践踏我标语的旗帜 下午2点左右 随着示威者越来越多 情绪不断高涨 特朗普支持者越过 国会山区域警卸线 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部分示威者闯入国会内部 据美联社报道 现场至少有一名女性中枪 警方随后确认 该女子在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 让人吃惊的是 这名被枪杀女子 生前曾是一名在美国空军服役了14年的老兵 下午2点30分左右 由于示威者闯入国会 正在进行大选认证程序的 美国国会联席会议被迫暂停 随后华盛顿市长 谬利尔·鲍泽下令 该市从周三晚上6点开始实施宵禁 下午3点左右 示威人群攻破国会大厦 敲打众议院大门与窗户 场内有持枪执法人员 举枪对准门口 由于现场弥漫催泪瓦斯 众议员被要求戴上防毒面具 紧急撤离 甚至有抗议者冲进了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 坐在她椅子上摆拍 不仅如此 暴论期间 佩洛西的讲话台 也被一名特朗普支持者抱走 此后该讲话台 被放在网络上拍卖 下午3点40分左右 特朗普下令向国会部署 国民警卫队 联邦保卫局和特勤局随即被派往国会山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推特称 国会山发生的一切不会被容忍 所有涉案者将会被最大程度的追究法律责任 下午4点左右 拜登发表讲话 将国会山发生的示威活动称为暴动 并表示美国的民主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犯 随后的下午4点30分左右 特朗普发表视频讲话 要求冲进国会的支持者们立刻回家 但他仍坚称存在选举欺诈 下午5点50分左右 美国国会安保部门宣布 国会大厦局势已得到控制 晚上8点左右 美国国会赴会 继续进行大选结果认证程序 目前冲突事件已经平息 美国华盛顿特区警察局局长 罗伯特·康提表示 已抓捕至少13名支持特朗普的抗议者 并没收至少5样武器 华盛顿警方称 截至目前冲突已导致4人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发生在华盛顿的暴力示威活动 如今正不断向全美蔓延 纽约洛杉矶等多地也发生了示威游行 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反对特朗普的抗议者 在各地展开抗议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 美国国会参议院 以92票对7票 否决了对宾夕法尼亚州 选举人票结果的反对 最后经统计 拜登共获得306张选举人票 特朗普则获得232张 联席会议主席 美国副总统彭斯主持会议 并宣布乔·拜登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认证结果正式宣布后 特朗普发表声明表示 尽管他仍然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但会在1月20日 实现权力有序交接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得 最后经认证结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